資料的話,第一個就是說先到雲端硬碟 然後你就是自己開一個資料夾吧 然後可以把它傳上去 那我先丟到這邊來 第二個的話,你就是記得 要上傳之前,請你先在Google雲端硬碟上面 設定一下 這個一定要設定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那有可能你傳上去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其實也可以看得到資料 只是說你的VBA就不見了 OK,所以特別注意喔,如果你不想 你的VBA不消失的話,記得設定 設定的話,有個地方一定要改 你先確定一下 轉換上傳的檔案這邊 記得不能打勾 因為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Exale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那你的VBA程式就會消失 OK,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確定這個沒打勾才可以 我先假設 做錯的 比如說我不小心打勾了 然後會把它上傳 跟 做對跟做錯有什麼不一樣 我把這個檔 傳上來 你會發現喔,這個是錯誤的 如果是錯誤的話呢 它上傳之後 本來是Exale,Exale是一個XX 有沒有,這邊是XX 那你傳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變成這樣 10次 所以10次是錯的喔 對的應該是 一個XX X才對 OK,所以喔 記得一定要改 如果沒改的話 那就會出錯 所以記得喔,確定一下 把這個打勾取消 然後假設我再傳一次 所以其實我是傳兩次啦 一次會轉換,一次不會轉換 所以轉換之後的話 就會變成10次的圖示 沒轉的話一定就是XX 你們繳交的話呢,記得喔 就是把這個檔案直接 你可以按右鍵這邊有共用 特別注意喔 共用的權限呢,記得喔 一定要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原來的限制 改成知道連結 知道連結的任何人 OK 不然的話喔,我沒辦法看到喔 如果你假設是私人的話 限制的話 那我變成 我連過去喔 我還要跟你要求權限 這邊最好請你把它什麼 改成 知道連結任何人 然後複製連結 把這個連結喔 貼到Porto Porto上面可以貼 貼東西嗎 如果不行的話喔 如果不行的話喔 不然你就貼到一個記事本 或者Word裡面 喔 比如說你貼到那個 記事本的話 就是這個附屬應用程式裡面有個記事本 然後你就把這個連結喔 貼到記事本把它存檔 然後再繳交也可以 OK 那我打開一樣可以 找到連結 反正我只要這個連結 能夠看得到就OK了 我看到雲端爆了 滿了 怎麼辦 刪掉一千嘛 OK 不然你要花點錢嗎 好這第1個喔 第2個的話請各位 到雲端上面看一下喔 裡面有個固定座位表這個 那我目前喔 已經把那個權限打開 我看一下 你們應該都可以編輯吧 編輯的對 如果你打開之後 請你 如果 順便簽到啦 然後 門口在這邊 門口喔 所以門口 從那邊開始 然後應該有10個位置吧 2 4 6 8 10個位置 OK 所以你就分別填 自己算一下 應該沒錯吧 然後這邊有 1、2 一直到10號 我在這裡 所以這樣算一下 你們可以看一下相對位置 這樣應該沒錯吧 我給我簡單化一下 你就把名字打上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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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